我要跟你们承认一下就是说 我现在整个脸的一个状态 并不是说我只戴了呀 戴牙套和年龄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年龄越小 就是越早戴牙套越好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跟老了五六岁 甚至十岁一样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Mia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来跟大家回答一些 我上一个视频的问题 我上一个视频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整个摘牙套的全过程 然后就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 问一些关于戴牙套的问题 所以这个视频我就来解答你们咯 所以说如果你自己现在已经考虑说 想要戴牙套要不要戴牙套 那就把我这个视频呢 一定要看到最后 肯定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当时的一个需求就是说 我想要达到一个嘴巴内缩的一个效果 就是从侧面看 我以前嘴巴有一些秃 然后加上我自己说实话本身 我的这个嘴唇有一点厚 所以我说想让医生让我这个嘴 内缩一些 达到一个收嘴的一个效果 所以的话呢 当时医生就直接跟我说 那如果你想达到这种效果的话 第一是这种钢牙的牙套 肯定是 就是只能选择这种 就是其他的基本是不会让你达到这个效果的 那第二点就是说 拔四颗四号牙 那现在就是四号牙没了嘛 四号牙的那个牙缝当时 就是在这边 所以拔四颗四号牙 上面两颗下面两颗拔掉 开始拔钢牙 然后把这个缝隙 把你前面的这个牙往回拉 拉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你这个缝隙就是缩小关上 那这样的话 你整个其实牙齿就回碎了 也就达到了一个嘴巴内缩的一个效果 然后再说一下拔牙这个事情吧 有很多小伙伴可能对拔牙比较恐惧 其实我自己对这些东西 一直胆子都是挺大的 而且医生当时是打麻药 打麻药其实也没有很痛 记得当时就是医生打完麻药 就拿那个小铲子戳我的麻药 因为我当时那个我老公在里面 跟我陪着我一起 然后他当时就是根本看不下去 他整个人根本就受不了 然后医生就在挫牙齦 就他要把那个肉和牙分开 他问你疼不疼 我当时就是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 就是完全没有感觉 所以拔牙其实一点都不会有什么疼痛感 所以大家如果胆子长的 或者是怕疼的这点 其实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那我戴的牙套就是 就是这种就是塑料的 就是有一点点透明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你让我再回去选择 是这种铁的牙套还是这种塑料的牙套 其实我是会选择铁的牙套 这两个牙套的区别 就是说它的力度 它往后面就可以收你牙缝的 这个力度是不一样的 铁的它自然就是支撑力更强一些 所以你整个戴牙套的阶段 医生当时跟我说是一年半基本就可以摘掉了 就是这个缝就是它可以拉回去 但是如果戴这种塑料的可能就是要两年 就是大概它会比这种铁的多半年的时间 我整个戴牙套的历程是22个月 我现在的话呢就从评论区找一些就是比较大众的问题来回答一下大家 大家应该是比较想要知道的 首先就是说up拔牙了嘛 收缝的话疼嘛 需要多久收齐那个牙缝 我刚戴两个月 好就是拔完牙之后 医生不会马上给你收缝 因为就是说你这个整个牙齿的弧度 就是要稍微红一些 优一些 才会比较好看 那我以前的话呢 就是有一点方 就是可能有点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医生就是会说会先把我的牙就是排起 就是让它排成一个这样的弧度 弧度先排出来 那我排这个弧度大概就排了两三个月吧 我那个时候是每两周去看一次医生 然后他每两周就会给我就是换这个铁丝啊什么的 所以收牙缝的话 大概收了这个时间14个月的牙缝吧 而且你有四个牙缝嘛 每一个牙缝它的这个收缩的 这个就是时间快慢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我这边这个牙缝 当时这个牙缝就是最顽固的一个 下面牙的牙缝收起来会比较快 因为下面的牙它小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这个嘴啊 就是这边会有一点高 然后这边是比较低的 因为这边的牙缝还没有往回收嘛 所以那个时候嘴就是歪的特别厉害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疼不疼这个问题啊 就是每次医生给你去拧紧一天 可能大概会疼个两三天嘛 就是你这个牙齿会比较酸 但其他的就还好 戴牙套和年龄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年龄越小 就是越早戴牙套越好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你脸上的这个胶原蛋白啊什么的 都会流失嘛 就开始流失的比较快了 所以就是牙套脸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脸这个状态 包括这个侧面的弧度 不仅仅是只带了牙套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我的鼻子也有去做肋骨鼻 就是鼻头也有抬起来 所以你的鼻尖抬起来 加上嘴巴往里收 我才达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45度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所以就是说不单单是戴牙套的一个效果了 再说牙套脸 这个是我想跟你们说的 就是我是24岁戴着牙套 然后我觉得我戴上牙套的牙套脸 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且很严重 就是我的那个胶原蛋白的流失 我觉得我每天起来对着眼睛看 我都能觉得我的胶原蛋白在流失 因为你戴牙套很多就是 你完全不能有啃的这个动作 就是任何东西就是你去不能啃 你的牙套会崩掉的 所以你的咬肌就没有办法用力 你咬这个面部的肌肉就没有办法 就是说一直锻炼呀 这个图我这个 还不是特别想要拿出来给你们看 真的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跟老了五六岁 甚至十岁一样 所以就挺可怕的 然后我就去做了这个全脸的这个面部脂肪填充 所以如果你现在比如说是已经开始到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年纪 然后你又想戴牙套 那百分之八九十是会出现牙套脸的 那如果拯救牙套脸的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做天宠 因为这个你把牙套摘了之后也基本是很难恢复的 因为你已经流失了 你再怎么想让它就是恢复成以前那种QQ弹弹脸上 就是满脸胶原蛋白的感觉也基本是不可能了 所以就是只有我觉得可能只有天成这一条路 而且我自己也是天了的 切完之后效果我觉得还OK 还还蛮不错的 然后挣其多少钱这个价格 我是在国内那个上海还有澳大利亚摩尔本这边都是咨询过了价格 我在上海也是去面国诊的 然后当时的方案是一样的 但是医生那个上海给的价格大概是四万 在摩尔本问的话 就是澳洲这边的一个价格就是从大概五千到六七千这样子 那我的这家医院的话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它的价格真的是蛮实惠的我觉得 价格是五千五奥币 牙引萎缩黑三角的事 牙引萎缩 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我有一点点也有一点点牙引萎缩 这个上面牙没有 下面牙我现在发现我摘了之后 你们看一下 要看到黑三角吗 下面的这个小牙 它在牙引有一点萎缩出现了黑三角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就是太影响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还OK 摘牙套前博主有拍那个CT看那个牙草骨的情况吗 对这个我是整个戴牙套的期间拍了两次这个 那个X光就是第一次就是说医生要先看一下你的骨头啊什么的 看一下没有虫牙这第一次第二次就是说在医生决定就是说要不要给我摘牙套之前他会先去拍一个片 拍这个片的目的是为了看你就是你的牙齿表面上看上去都已经排齐了就是都已经就是说牙缝也收完了可以摘掉了 但是你的这个牙齿在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歪 所以这个很重要 摘牙套之前一定要再拍一个那个片 好啦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我的回答回答了你们大部分的问题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回答到的话呢就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就在评论区回复你们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我这个视频强烈建议你们去看一下我上一个视频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然后如果喜欢我这期视频觉得有用的话呢请给我一键三连然后关注一下我的频道我们在下期的视频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